那佛法是私道 私道一定要有孝道做基础 没有孝的基础 这个私道不容易建立 佛教是私道 传到中国来 到现在将近两千年 公元67年传来 2067年就是满两千年 到中国来 森根茁壮开花结果 超过印度 超过任何一个地区 为什么 因为中国有孝道的土壤 有孝道的根基 它才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 那佛家的智慧 理念 方法 经验 中国人全接受了 帮助中国 如是道三家 却一个都不行啊 这三个结合成一体 啊 少林寺有一块碑 三教九流混原图 我们这里有踏盆 我听说是唐书中时代 我听说是唐书中时代 现在人讲多元文化 中国人多元文化 提早了一千三百年 那多元文化是中国人领先的 有证据 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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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世界是一家 宗教是一家 文化是一家 一家 希望大家过得生活 幸福美满 这个世界能不能做到 有这么多的迹象在啊 只要我们真正努力 把它兑现 把它落实 世界就成为一家 那么今天要真正搞落实 不困难 有一个团队带头 利用网络 利用微信电视 展开教训 我们相信不到半年 就有很多地区影响 极其之追 那么我们有理由 三年 这世界就和平 所有一切 冲突 化解 所有的灾难 都恢复正常 带头的人 我们就希望 能找到带头 带头不是普通人 肯定是佛菩萨 在来的 真的是 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他们 他们手下 只要五六十个好老师 就行 问题就解决了 利用这个高科技 天天在播讲 天天在教训 在劝人 学习传统的美德 学习神圣的爱心 所有宗教的创始人 没有一个不讲爱 人人都爱人 他就不会去杀人 就不会去伤害人 和平基础 就从这里建立了 这个工作 要赶快做 这世界上人民太苦 传统的文化 每一个族群都有传统的文化 每一个宗教都有传统的文化 可以融会在一起 求同存异 能理解的部分 能接受的部分 发扬广大 高深的一部分 慢慢在研究 有十年 我们相信 就能融会了 所以宗教教育 必须什么都重要 宗教育 互相学习 非常重要 宗教要谈解 要互相学习 造福人群 那个时候 不仅是 適合 適合 可能